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诚实对待自己 不必在意 别人的眼光 如何看自己 就算我不聪明 但可以认真学习 我爱自己 梦想带着我 尝尽分一点 没关系 呈现面对自己 一步一脚印 不靠小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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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讲说你没什么事情 我看得出来 这两天很明显你话变少了 跟以前也不一样 有事说出来 你不要闷在心里面 闷酒会闷出病来的 我想退休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想退休了 这怎么可能 你要退休 不可能啊 你从来都是一个 闲不下来的人 你怎么可能会有 有这种想法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跟我讲 你不要瞒着我 你说好不好 没有啦 我只是想到 任医会的一些个案 看到那些变故的家庭 很多亲人都不能生活在一起 特别是那些 儿童之家的孩子啊 因为父母亲的离异 不能受到亲人妥善的照顾 然后我就想到小伟 小伟现在是最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 而我们却要把他托给保姆 我觉得这对孩子的爱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你就想提前退休 好全心全意的照顾小伟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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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全然是了 好 好 我也想全心投入在任医会的工作里面 好全心全意的照顾小伟是吗 好 我做一些利益社会的事情也很好 不是吗 东居 那你有没有想过 照你现在的年资 如果今年办理退休的话 你会不会扣掉蛮多钱的 不能领全额的退休金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没有考虑 等到明年再来办退休 可以少扣很多钱 这一年 是小伟最需要家人陪伴的时候 再多的钱 都比不过亲人之间的爱 时间不等人 我不知道我再犹豫下去 是不是会失去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想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就像师傅说的 分秒不空过 步步踏实做 分秒不空过 步步踏实做 好 好 我相信你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 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支持你 就照你的意思 这么做吧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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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视频都不太开心 我也不可以 那么多奖地 不说我 我相信你 你自己 不良 不áng 你自己 你自己 不难 小王早 唐姐早 唐姐 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 我每天都很开心 没有 你今天是特别开心 我们师傅说 新开福就来 当然每天都要开心 这话说得真好 那我要选唐姐这样 每天都笑口常开 走了 快点 再见 小长 带忙吗 唐姐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要找你 我也刚好有事要找你 什么事啊 您先讲 是这样的 我最近想推动一节课后的教职员分享 第一堂课的主题 我想要做亲职教育 这个好 这个好 所以我想了想 想找你来谈 由你来分享这个主题 再适合不过了 我 我可以吗 他们都是老师 不是 你有什么不可以的 不过就是上个台而已啊 不知道为什么 只想到要上台 我就好紧张 加油 我对你有信心 明明就表现得很棒啊 以后我们人一会 要是要人上台 就多靠你咯 没问题吧 我是因为 看你在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 还有你的心路历程 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而且你在慈禧里面 有那么多个案故事 这些都可以拿出来分享啊 好 好吧 校长 既然校长觉得我可以升任 那我就试试看 真的吗 那就谢谢你了 对了 唐姐 你刚刚说找我什么事啊 没事 没事 那 那校长您忙 您忙 嗯 老婆 你今天跟校长提了吗 没 没提 没提 所以你又决定不退休了 没有啊 我还是要退啊 那 那 那现在到底是 今天校长突然交代我一个任务 他要我上台分享 我的亲子教育 所以我想先完成他 上台去 所以你要上台跟大家聊我们家的家事啊 有什么不行的吗 嗯 我是觉得 我很谢谢校长给我这个机会 因为啊 我们养孩子这么多年 我们母子之间有那么多的考验 那么多的难题 然后我们都一一克服了 然后我现在有这个机会 可以上台 勇敢地分享 我觉得 也是在退休之前一个美好的据点 对不对 东局 我现在对你真的是越来越 刮目相看 那 如果我们家的家事真的可以帮助到别人的话 好 我也赞成 东局师姐 我觉得你越来越有 菩萨像 你少挖苦我了 我的道行还不够 我是说真的 师姐 师姐 睡觉 校长和各位老师一定觉得说 唐姐呢 就像在学校一样 就是一个口说好话 那常常把那个 没问题 没问题 挂在嘴上的大姐 对不对 其实呢 在家里我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母亲 怎么可能 真的 我孩子从小呢 我就给他们军事化的教育 按表操课 从小呢 我喜欢拿他们跟别人家的孩子相比 所以他们压力非常大 特别是我大儿子 我对他要求很高 所以呢 他也特别痛苦 也造成他的叛逆 在一个屋檐下呢 他可以当我是一个仇人 一句话都不讲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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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呢 遇见了四季 有一位师姐她跟我说 我要试着放下 其实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我还很不甘心地说 我都是对孩子好 我为什么要放下 为什么是我放下 但是后来 我开始改变我自己的态度 也没有想到 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竟然也就这样子 慢慢地改变了 妈 我会不对的 那刻我才了解到 母亲不是万能的 妈妈也会犯错 但是我们犯了错 还是要跟孩子说对不起 因为那也是一种勇气 后来 我儿子的婚姻触交 因为当父母的没有办法帮孩子痛 我们只能尊重他 包容他 成为他们背后最强大的后盾 去支持他 这是我们能做的 我真的非常感恩 我进了慈祭之后 得到很多法语 特别是上人的一句话 我经常听到 让人说 不要担心孩子 因为我们会把孩子的福气 给担心掉了 身为母亲 我们一定要学会去祝福孩子 这样孩子才会越来越好 唐姐真是说得太好了 我们这些老师都有自己的小孩 但却不一定知道要如何教育他们 有的时候真的很头痛 你可以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的心得吗 其实我原来也是跟你们一样 但是有一位慈祭师姐 跟我有分享过一个故事 她说一个孩子 他每天就像一桶水一样 他带着满满的一桶水出门去 然后他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遇到很多不开心 或是沮丧的事情 那他这个水就会越来越少 那回到家 他可能就剩下了半桶水 那如果他回到家里来 你还责备他 批评他 那他这个水可能就会越来越少 之后也装也装不满 但如果他回到家来 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鼓励 给他满满的爱 这桶水可能慢慢的就会满起来了 到了第二天 他又可以带着这满满的一桶水出门去 这个就是给孩子的祝福 今天大家真的上了很有意义的一课 这么真实的体验 不是我们在课堂上或是书本中可以获得的 老师跟家长这两个角色 如果我们都能做得更好的话 一定可以得到更好的身教跟演教 欢迎堂姐常常来跟我们分享 不管是生活中或是在此季里学到的经验 我们大家一定都能获益两多 谢谢堂姐 感恩校长 感恩各位老师 睡觉 小伟 小伟乖乖 快睡 他刚吃饱 让他睡沉一点再抱上去 好 妈 你要退休了 是啊 妈 你不要为小伟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嘛 而且你现在还有一年就可以领全额的退休金了 我不是为了小伟 我是为了做慈祭 时间比金钱重要 我现在就是要把握时间去做对的事情 都是我不好 要是我没离婚的话就好了 你不要想那么多 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亲人之间的爱才是最重要 最可贵的 知道吗 妈 妈 对不起 过去就让她过去 不要再去想她 不要再去想她 你和小伟她妈妈 曾经有成为家人的缘分 但是现在缘分尽了 自己要会看淡 我们路走到今天 双方都有错 双方都有责任 谁也不要怪谁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还年轻 你要把现在这个小挫折当作是一个转折点 要当作自己成长的动力 好好做好未来每一个抉择 做每个决定之前都要深思守护 走好每一步 再过几年再回头过来看 这些曲曲折折都不算什么 知道了 我真的越来越搞不懂妈了 她那么节俭 怎么可能舍得被扣那么多退休金 你还记得吗 有一次我买了一双两千多块的运动鞋 就被她怕到凑头 说我很浪费 现在居然可以为了小伟牺牲这么多 是啊 养儿方知父母恩娜 以前我也不懂妈的心情 现在我自己也当了爸 才知道 父母可以为了小孩牺牲到什么程度 做到什么程度 我算是真正了解了 还来得及了 养大一个小孩不容易 身为叔叔的我呢 也会帮你一起照顾小伟的 看着你长大成人 听起来好漫长 在压长的路我也会陪你一起走 走对不对呀小伟 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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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是一家人 你呢 回家吧 小伟 回家吧 好吧 好笑啊 讨大意我笨瓜你我笨死了 好笨哦 好笨哦 我超笨 超笨的 马小光 你不能这样虐待蝸牛 你这样吃它 它会痛耶 为什么不可以 我偏要弄 你不要弄啊 你很坏耶 你们很奇怪耶 我问蝸牛跟你们什么事 你没听老师说吗 要尊重生命 蝸牛也是有感觉的 你这样一直用它 它会死耶 那要怎样 我们以前那个学校大家都在玩蝸牛 你现在转到我们学校就是不行啊 我们不能虐待动物 蝸牛不是动物 有生命的就算啊 放开我 不要啊 你很烦耶 蝸牛就要拿蝸牛 你不要弄我 你不要弄我 你放开我 你不要 你很烦耶 喂 喂 你们来做什么 老师们想蝸牛虐待蝸牛 他拿树枝刺它 马小光 不可以这样子哦 蝸牛也是有生命的 怎么可以欺负它呢 如果有人拿根棍子一直刺你 你会不会觉得痛 要学会将心比心啊 我们学校附近的动物啊 有很多 每一个人啊 都要有爱心 要懂得尊重生命 你听到没 知道了 嗯 走吧 小光 马小光 唐阿姨好 肚子阿娃 跟阿姨去保健室 吃面包 走 嗯 雨婷 你们学校小鸟唱歌 是不是好好听 对啊 所以啊 看它们可以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 是不是很棒 对啊 所以我们要爱护小动物 对不对 对 校长早 唐姐 有事吗 我来向校长报告一件事情 我刚才收到一份非常棒的礼物 什么礼物 我刚才在校园里啊 看到您所推行的生命教育 已经在校园扎根了 那些学生的观念都改变了 而且啊 徐老师 他也非常用心地在教学生 嗯 你说 这是不是一份非常棒的礼物 是啊 是啊 能够看到我们学校的学生 都要用善良的心 那我们的努力跟用心都值得了 对 唐姐你先坐 好 好 所以这也算是我离开这里之前 最棒的一份毕业礼物 毕业礼物 什么意思啊 谢谢 校长 这也是我现在要向您报告的另一件事情 我要申请退休了 退休 但是你的年次还没到吧 是啊 但是我是真的想要退休了 还是你现在工作量太大了 你觉得没有办法附和 没关系 我可以找学校其他老师来帮你分担 不是 不是 校长 我是真的想要退休了 我在这个学校已经服务二十一年了 之前呢 是因为家庭 因为小孩 我必须努力工作 现在孩子长大了 我也算是完成阶段性的任务了 所以下一个阶段 我想要为自己好好的付出 我的精彩 你都这样说了 你应该是有考虑清楚 我也不好多留你 我只是觉得很可惜 这个学校如果少了你 就好像少了一个润滑剂 少了一个可以逗大家开心的大姐 不会 不会啦 校长 只要你需要我 一通电话 我随时可以过来 我退休之后就自由自在了 随时可以为校长服务 效劳 谢谢你 唐姐 谢谢校长 在这里渡过了二十一个寒暑 遇到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每个角落的一草一木 都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 纵然有万般不舍 但人生 还有下一幕的风景 在等着我 在这儿渡过了 如今 告别的时刻到了 我也要从这个校园里 毕业了 别人 丛姐 大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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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怎么样 还有没有纬莎 没有 没有 大姨这是要抱你的 送给我的 对 安安画的 对 涛阿姨 你还会回来看我吗 回来 阿姨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 阿姨 今天要回来 好 每个人都好乖 要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 知道吗 知道 阿姨 阿姨一定会回来 一定要看我们 好 我会回来 要乖 唐姐 学校永远欢迎你回来 有一次 再坚持 互相依赖的每一天 肩并着肩 不再要能一次走远 世界上唯一的你 帝王 阿姨 阿姨 我一定会带回来的 走 去 准备 走 走 找姨婆 看 姨婆在不在啊 阿赛 阿赛 来了 来了 姨婆 要去忙了 是啊 姨婆 小薇交给你了 你啊 我本来以为你退休以后呢 可以闲一点 就现在比以前还忙 哎呀呀 来 乖 我退休本来就是为了做实际 有时间就多做一点 多做 多学 都一把年纪了 还学什么学啊 笑死人了 好了 我不跟你抬杠了 反正跟你都说不通 我先走了 小薇 拜拜 我跟你说 三十年前你上班忙 我帮你雇我儿子 现在倒好还要帮你雇孙子 我上辈子欠你的 阿赛 你帮我这个忙 你让我去做实际 你也有功德啊 对对对 你做实际最大 好 谢谢 小薇 有没有姓婆花 有没有姓婆 有姓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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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亲一下 师姐 早安 早 师姐 阿弥陀佛 师姐 最近常常看到你 对啊 最近仁义会要联络的事情 比较多啦 幸福了 没完 好 那我们不打扰你了 好 幸福吧 拜拜 再见 所以明天这个讲故事的道具 一项就让你来负责 小朋友的这些奖品让我来 我们到乔爱国小之后 我们再让他们分开来 再分组讨论 好 好 林北师姐 那我们这一组 谁要上台说故事啊 这次当然就你啊 怎么又是我 她们讲得这么好 对啊 你啊 对不对 你都这么讲了 那当然好 我上台说故事 放着不绕 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们明天 幻灯片的那个正中央 我们都把那个主角 放在正中央 那你记得你明天的时候也好 师姐 记得 来 你好 我刚刚有听到 你和几位师姐在讨论事情 好像说要去什么国小 是不是 对 我们是大爱妈妈 每个礼拜 都会到大西的好几个小学 去讲故事给孩子们听 大爱妈妈 我们到小学去 去让孩子们来互动 那进而呢 让孩子们认识禁思语 来推广生活教育 那进而呢 就让孩子们从小啊 就培养出一个健全的品德 还有修养 那我也可以参加吧 当然可以啊 只要你愿意 我们非常欢迎的 我们现在在大西那边的学校啊 有好几个大爱妈妈了 十几位了 这不简单啊 我想要照顾那群小孩子啊 还要控制他们的脾气 真的很不容易耶 听你这样说 你对孩子们也很有一套哦 没有啦 我刚从百极国小退休 我在那里做校户做了二十几年 这样啊 那师姐 你很适合来耶 是哦 是啊 一起加入吧 好 回来了哦 你今天比较晚啊 小伟都吃饱了 今天比较忙啊 我今天遇到你的爱妈 聊了好多的事情 好有趣哦 什么是爱妈 就是大爱妈妈 他们呢走进校园 去为国小的孩子们 说故事交进思雨 推行品格教育 真的了不起耶 嗯 我看出来了 怎么样 你现在又想参一角是吗 不是 我觉得 这是我的长项啊 是不是 你看 以前我一天到晚 跟孩子们相处在一起啊 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最了解了 那现在有这种工作 我为什么不去参加呢 老婆 你已经在人医会了 你现在也跑去想当大爱妈妈 这样两边跑来跑去你 忙得过来吗 我觉得再忙也要去 因为我想弥补内心的缺憾 缺憾 你有什么缺憾 有一段时间 我看到学校的孩子 就会想起自己的儿子 在他们小学那个阶段呢 我只在乎他们的考试和成绩 我其他都疏忽了 那个阶段 我真的是一个很不及格的妈妈 老婆 老婆 没有任何人是第一天就知道 应该怎么当父母亲的 所以啊 人呢总要走过 才能够慢慢慢慢地进步呢 所以啊 我就觉得大爱妈妈的工作 可以弥补很多家庭教育的不足啊 你看哦 这群志工呢 用妈妈的爱去陪伴其他人的小孩 就是化小爱为大爱 那我如果多付出的话 也许我就可以弥补以前对儿子的缺憾啊 也许以后小伟进了小学 也会有遇到其他的大爱妈妈来关心她 来帮助她 对不对 听你这么一讲 我倒真的不得不佩服此季儿 社会上有这样的团体 居然可以做得面面俱到 除了照顾医疗跟贫困 还可以给予小朋友 这么良好的品德教育 成年人也有各种志工可以去发挥 就连退休的朋友也鼓励他们去做环保 从小到老 人都可以活得很精彩啊 怎么样 有兴趣参加了吗 有 那 等我退休之后再说吧 就出一张罪了 就出一张罪了 你今天这么早就要出门了 哎呀 我八点要到大西的朝爱国小 七点以前就要出门咯 这么早啊 可是小伟还在睡觉啊 等一下你帮我带去给亚子 我也要上班老婆 要不然这样子吧 先把小伟叫醒 你赶紧把他带过去 你帮我带去啊 我来不及了 我要出门了 平常不都是你带 为什么今天要我的啊 哎呀 我每次带小伟过去啊 这就在那边念念念念念念念 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工作 他不念到臭头才奇怪 那 好好我带我带我带 好了 那我走了 你不吃了 我吃过吃过 路上小心啊 记得啊 好 阿姐 来 乖 进来小伟 阿姐 来了 阿姐 你人不舒服啊 没事 就小感冒 昨天晚上就不舒服了 一晚上没睡好 我今天啊 一天内找时间去看看医生了 那阿姐 你要多保重啊 我跟你说没事了 你说年纪大了 怎么可能不生病呢 杨伟 又不在家了 那个冬菊她去 去当大爱妈妈 就到学校讲故事给小朋友听 那么闲 有时间去讲故事给别人听 也不好好待在家里 讲给自己孙子听 对不对 不是 阿姐 她那时早就答应人家了 所以 你就会帮她说话 你说你个上班的人 还带小伟过来 她自己人呢 一大早跑到哪儿去了 就怕被我念 会怕还搞那么多事 阿姐 您人不舒服多休息 没关系 今天我请假 小伟我自己来带 不不不 不不 你不要请假 你说你个上班的人 为退休人请假 好笑啊 孩子交给我就行了 我来顾 乖 小伟去那边玩 不是 阿姐 你要去看医生嘛 这样不太方便吧 我跟你说我没事 我待会儿吃了感冒药 一会儿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你赶快去上班 来 孩子交给我 交给我 可是 这 赶快去呀 别磨蹭了 好好好 我去我去 好 阿姐 谢谢你啊 小伟 这次做得很漂亮 四个 五个 同样 六个 好了 这边是一排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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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早安 冬菊师姐 你今天这么早到啊 我本来可以更早到的 第一次来找了一下路 好 来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今天第一天要加入我们的 她是冬菊师姐 大家好 我是唐冬菊 跟你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她是怡香 你好 你好 这是栗珍 你好 你好 她是月华 你好 最后这一位她是秀梅 你好 大家好 跟你们说 她可是学校的校户 教育界来的 厉害 今天来向大家学习的 你就不用客气了 等一下 我们会分成两组 到教室去讲故事 因为你今天第一天来 你就在旁边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我们进行的模式 这样就好了 好 到了 就这一班 来 来 加油 大家安静 我来 大家安静 安静 安静 回座位了 要听故事了 安静了 回座位了 好不好 要听故事了 回座位了 好乖 回座位了 你的座位在哪里 我们要听故事了 好 起立 不够整齐 请坐下 再来一次 全体起立 很好 好 等一下 我说坐下之后呢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可以保持安静 你就轻轻地坐下 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到 我们就继续站 站到大家都可以全体坐下 我们再开始请大爱妈妈讲故事 大家坐得到吗 可以 可以 好小声 做得到吗 可以 好", loved in my heart love in my mind love in my mind 靠太近不容易看见 忽略你的存在最遥远的距离 是拒绝听见 在你身后望着背影的某一天 发现相爱又互相推开指尖 心碎又流泪 的这些年失去信任 才继续关键